不过新增一名30岁男性 本身有创伤性脑出血 长期卧床 确诊后出现肺炎 发病到死亡只有5天 其中一名3岁男童 7月5号确诊 7月16陆续发烧呕吐 7月20送急诊 判定急性肠胃炎 住院检验出轮重病毒 另一名为8岁女童 打过两剂疫苗 但7月21号出现 全身皮疹咳嗽等等 7月23号急诊 发现有轻微肺炎 诊断为梅浆菌感染 罗易军强调 儿童密西高峰到 疫苗一定要打好打满 而另一头入境台湾 边境关卡再放宽 本来设下的四道检疫关卡 导致旅客入境 时间耗时 现在有好消息了 从7月30号临时开始 就是取消目前的 这个货舱的一个消毒 那这个部分可以大概减少 约40到50分钟 那只保留 就是行李在上输送袋的时候 会进行这个喷洒消毒 另外转机行李就免消毒 但目前维持客舱消毒 因为境外移入再新增306人 东亚确诊数屡创新高 加上BA.5已经潜藏在社区 还有四五百万的人已经被感染 接触最多是九万多例 我预测是在三到五万例 包括日本韩国 那确诊数都相当多 不过我们的状况 那跟这个其他国家 也许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不过这个估计说 一天最高会有五万例 我想这个并不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强调防疫措施 占不改变 因为临近国家疫情 升温快速 何时松绑 还要再观察 欢迎新闻林志鹏 刘佩婷特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